我们无论在美国 无论在中国 我们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活动 是不是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要想两个问题 第一 作为我们博士我们教会的一个普通市民 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怎么看我们 要不要想 要想 是不是 怎么看我们 因为如果他把我们老师看成另类的话 我们就很难跟他们打交道了 要怎么看我们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一个管辖我们的政府眼里 他怎么看我们 是不是 其实你是政府怎么看 比如举例是 2003年 2002年 我们在北京中关政府搞了一个大型的步道会 那个时候 哎呀 那么多的新主 我不是很得意 很张狂 我马上就冷静下来 第二年当然我们又起办了 结果贾清林 到了机场的时候 那个地方说贾清林已经发话了 这个黄城跟脚下还被这么大型的步道会 简直是荒唐 我说你不早说早说我就不来了 但是我们马上就改变策略 我们就把1800多年变成三堂 500多年一堂 变成 你就要改变一下 你要想到什么 想到领导的感受 听明白吗 他有他的感受 你做领导你也是怎么想的 就刚才我 昨天我讲的派出所 派出所 你们这么多的聚会 人家说起来我怎么办呢 他有他的难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和平使者 我们不是聚众闹事打架恶斗的方会 知道吗 我就故意让你过不去 不是这样的 相反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要让所有的人过得去 我才能把福音传开 听明白意思吗 我是要想方式发 让大家都能过得去 这把福音传开 因为为什么 我们传的就是和平的福音 我们的君王是和平的君王 是不是 征战正什么地方站呢 就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自己头脑当中传统文化的征战 我们有和不合乎 基督心意的一种思想意念的征战 和我们周围团中当中文化价值 不合福音的征战 我们真的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不是打架恶斗的匪徒和帮会的头 知道吧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要搞搞清楚 所以我们说 头脑一定要冷静 要清楚 要清楚 我们不要尽于建立自己的功德 我们不是尽功德 是吧 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 哪怕一个福音 一个都没有灵的信主 但是我见证到位了 神一定做不完 我那天就讲了 马里逊来法25年 带了多少的信主 可是他却留下了不朽的一个足迹 起伏是中国近代宣教史 从他脚中开始 从他1806年9月6号 他上中国香港那一天开始 中国宣教的历史开始 看到吧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所以马里逊他不懂吗 当年伦敦会把他拆到来的时候 看到这么长时间 在领这几个人心中 你解释是不行了 现在我们早就断粮草了 是不是 他也无所谓 因为什么 他有引起了圣灵的感动 他有自己的看见 这就是传道性传道理 所以我们自己脑子一定要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要讲一讲 以下之变和曾丸乃义 这是在我们的宗教局也罢 官员也罢 学者也罢 很多很多在反教市场当中 我们讲的民族主义 一个根据 一个理由 就是曾丸乃义以下之变 这本书里面我也提到了 你们可以放个详细来看看 那以下之变是什么意思呢 以下之变就是区别华夏与蛮夷 那天我们刚才讲了蛮夷 我们中国人 中国中国中国人是人 其他人边上都不是人的 听明白意思吗 都是少数人都不是人的 所以我们要区别的就是 华和夷之间的区别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读 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古代华夏族取以中原 以文明为中心 周边比较落后 因此逐渐产生以文明礼仪 为标准的经营 人群分辨的观念 分辨观念 人家都是蛮夷的 这个观念 所以到了不义种族 但是中国汉人有一点 还比较好的一点 所以这一点比较好的一点 也就割成了跟基督教冲突 特别大的一点 好那点是什么 我们不以种族为界限 我以文明礼仪为界限 听明白意思吗 凡尊王的 尊崇我们的王 这个王不是哪个国王 是王道 尊重这个王道的 尊心中华文明礼仪的 管理什么少数民族 都是我们天下共同 共农的一个主 所以中国周边的东南亚的少数民族 还特别容易融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来 是不是 哪些少数民族不太容易融入到大家的呢 有自己宗教信仰的就不太容易了 是不是 像维吾尔族他有自己的伊斯兰信仰 像藏族他有自己藏传佛教的信仰 那就不太容易了 没有明显信仰的 很容易 这就是以下自变的一个重要 所以说 抗拒北方 不仅仅抗拒哪一部分人 是抗拒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华礼仪的那群人 我们特别抗拒他 所以呢 中华文明在一个传承过程当中 一个重要任务 叫区分仪下 区分仪下同时呢 要一下变异 而不是一异变下 就是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文明 改造别的文明 让它成为我们中华的一部分 听明白意思吗 这个跟我们基督教宣教 是不是有一切同共之处 有没有 有 好 有就麻烦来了 这叫同行是冤家 是不是 现在中美之间两大国 讲到宗教与中美关系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出现什么 中国跟美国是目前世界上 唯一特别强调自己 宗教信仰或者文明传统的两大与主 所以中美之间还存在这个文化和礼仪之争的 这么一个事实 这个就是后话了 这个不去多讲大了 但是毫无疑问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就是不合乎中华文明的我们都是 这个蚂蚁啦 什么化为之名 化为之名 实际上翻成英文 就是坚太尔 坚太尔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叫什么 外邦人 是不是 外邦人 那些蚂蚁就是我们中国人演出的外邦人 外邦人 所以到了东周末年 祝贺称霸 孔子称九大义 提出正蚂蚁 发扬文化之大义 而如果楚国自称蚂蚁 后来文明乐境 中原祝贺回门 所以楚国 楚国啊 就是这个 我们这里有这个湖北人 是吧 楚国就是这个蚂蚁 当时都称为蚂蚁的 就是 但是后来 就是这个楚国后来就发展起来了 那这个就文明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中国 中华世界众医官 撑求主战正义 定宫十年 就是中国有礼意之大乳 孤称夏 有张 就扶张之美 就华 就华下华下 华在外表的华丽 夏在内心的礼意 叫华下 有没有意思吧 华下两个 所以这一列记载 这皇帝姚圣 在垂衣上而知天下 垂衣上什么 衣冠呢 很长 这个衣冠一长啊 就穿了个长衫马冠 我们已经到了没有长衫了 长衫是满人的 满人的那个旗服 我们以前的袖子都很长了 这个长服一穿呢 一看就是什么形态 是跟他打架的 还是讲理的 讲理的 李一之邦的华美之福 本身就是个标记 到了福福其寿 知道福福其寿吗 福福其寿学什么 学先卑的 你们以前朝鲜族 以前说先卑嘛 学先卑 先卑就在哪里 就在今天的河北 河北省 河北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是为福福 那个时候他们打仗非常勇敢 那个赵国 那个国军一看 不错 赵宁国王一看 他们什么 他们都是穿的都是短服 而且裤子也是短的 衣服也是短的 实在便于打仗 所以学福福其寿 所以赵国那段时间 是诸国当中最强的 福福其寿 这是一个文明的过程 所以衣冠礼仪往往是文明 文明表现 这就是百叠 看到吗 整个的文明礼仪是这么一个情形 蛮以朝贡国 这个我们都已经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把这个内在的含义 就知道我们中国周边的文化环境 这个文化环境 这个文化环境实际上是从我们角度来讲 并不是一个negative的东西 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注意的就是 它的本身自己有一个大国 沙文主义的心态 听明白意思吗 这个心态非常不好 因为今天我们 无论是全球华府运动 还是西方的传教大会 大家都在呼吁 我为什么重新再强调这一点 都在呼吁 中国教会也揭露到世界宣教大潮流当中去 这个每一次一个国家宣教的能力 都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相配配的 一个英国当时来中国宣教的时候 英国是世界当时最强的 经济也是最发达的 到了1830年以后 美国人进入中国宣教 那个是美国人去发展起来了 是吧 所以美国第一个宣教是 帝智文是1830年进入中国的 也发展起来 后来欧洲 德国纷纷也揭露 所以今天中国成了经济比较发展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就应该承担起对周边 对世界各国地区的文化和民族 进行宣教的宗论 这个宣教的宗论 一条不是你经济有了就可以宣教 还要改变自己文化的心态 不要以大国杀分主义 优越感走到人家那里去指出画脚 所以这次我在非洲的时候 我就有深刻的体会 我就感觉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再提一提 一下自辩和争亡哪一 在我们诸位同学当中 在我们的心理当中 我们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特别的注意 最近好像已经对美国人都看不起了 美国人是什么了不起 那也欠了我们一批股的债 是不是 甚至彼此美国人了 其实他们真搞不清楚 美国还是非常强大 还是非常强大 我们跟他们比差得太远了 我们远的什么地方 我们还软体上 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的自觉性还不够 自觉性不够 他们的国民还是非常强盛的 还是非常强盛的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战斗部队 这个真的是了不得 你看看去年 你们有没有关心美国的媒体 雷巴达 雷巴达州一大片沙漠 州政府准备把它干成什么 干成太阳能的发电厂 是不是 可是那块地方 长期内是放牛仔们在领地 他们就坚决反对 把这块地变成发电厂 结果就爆发了一场战争 差别打起来 是不是 这牛仔一副招 到晚全国的牛仔 全部开这个SUV 直升飞机都开过去的 因为美国它有些私人就有直升飞机 而且这些牛仔老百姓 不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都当过兵的 有些是上校 是少校 武器重武器 都不得了 全部开过去 联邦也不买账 他掉来了军队 结果这个一生价值一看起来 联邦还不一定打得赢来 还不一定打得赢来 结果是撤退 参议院公开道歉 不再提这个发电厂的事情了 你不要看看这些小事情 这些小事情 那些牛仔们拿的是什么 一个是美国国旗 还有一个是什么 独立宣言 美国的独立宣言 他说这两本东西是我们抗议联邦政府的法宝 为什么 独立宣言想得非常清楚 一旦政府不克服宪政 我们就有权推翻他 这就是美国民众保持枪制的主要权利 所以奥巴马当时要禁止枪制 其实奥巴马实际上是可笑 根本不懂美国的一个本质 美国的本质是什么 新有家和有国 美国人这叫保家为国 他们很清楚 家都保不住谈什么国 是不是 因为他是新有家 设计富人家 大家合起来千个月变成个趟 十几个趟在千个月变成一个city 这十几个city变成一个state 就是这样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对联邦对state dust matter 我们家谁重要 我们移民过来新鲜一个家 所以他这种理念 更生结果 家靠什么 靠武器保留 这个武器枪制那么普遍情况下 他们有些grudge打开 看你吓了一跳 重机枪 轻机枪 破机炮 什么都有的 几副一个家就可武装一个牌 一个牌 连我以前在德州的一个弟兄 我们教会弟兄 他也很喜欢打略 他家里过来加开了也吓了我一跳 有三十几条枪 我说当年抗战的时候 吴传辉手下也就给我撕几条枪 有三十几条枪 拉部队了 拉部队了 三十几条枪 我们开玩笑了 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他这个力量 这个民间富裕财富和能力都在民间 我们都在国家 老百姓一旦国家出现了问题 老百姓一趟混乱 你明白吧 美国就不会 美国有民兵 这个民兵这两个字 中国人是从美国学的 中国以前没有民兵 只有家丁 是不是 看家护院的家丁 是不是哪有民兵呢 民兵这两个字是从美国学的 美国真的是民兵 那个海湾精卫队 民兵自发组织 那真是有战斗力的 他们马上自发行政 你看华盛顿是谁 华盛顿啊 第一人开过演训 是吧 都是民兵领袖啊 当当年是打英国人的时候 他一身服装 他叫老百姓参战 老百姓他加入 军队是怎么加入的 必须自己带一条枪过来 你没有枪 打什么仗啊 军队不发枪的 自己拿一把枪过来 看看你什么枪 放在一起 一个部队 好的武器 好多武器 插到武器 插到武器 是这样打仗的 所以他真的是 民间的力量非常强大 像这样的国民 你真的是 没办法跟他斗的 他这次很厉害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些人都非常懂得 谨守自守 什么叫谨守 他拿的枪不是乱来的 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用枪 他用枪维护自己的权力 保护国家的安危 他会勇敢 他不会滥杀无辜 是不是 要我们拿到枪 那完蛋了 这个是 我们马路上天天像放炮子一样的 啪哩啪哩的 那得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他们可不是这样的 可不是这样的 当然有些火气大的 也有些老太太 有时候我看到报纸上说 那个黑人开车 不讲理 就突然穿他穿过去 他按几个喇叭 要他道歉 他不道歉 他拿上拿出个枪 棒棒棒 对他开几枪 打那个黑人 逃路来不行 警察过来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不道歉 他不道歉也可以开枪 所以以后我们在美国 要知道道歉 要免得被人家打了 所以这个国家 其实非常强 他用精神自主 他懂得法律意识 所以他该干的是绝不含糊 他不该干的 他绝对不会乱来 是吧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 没有看到美国人 强大的地方 像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不该干的乱干 该干的他也不干 是吧 真的是 这个我们还差很多 所以我们国民的 现代意识 国民的力量 还很弱 还很弱 要能真的 要承认这个事实 承认这个事实 那这个呢 我就觉得 在我们的宣教意识当中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不再多讲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宣教的双重策略 在宣教当中 我们有双重的文化使命 一个文化使命 双重使命 这个双重使命呢 这像是我们这次讲课的重点之一 重点之一 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取理解 我们为什么从文化的角度 宣教不仅仅是带领信主 假如我们带领一个信主 以扩大自己教会人数为主的话 其实我们还真正不是一个复印的事故 还差得很远 宣教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松土 一个是收割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松土和收割 你没有松土哪里播种 没有播种哪里收割 是吧 就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的 这两个阶段 在《玉与心灵》一书当中 那个作者他就写了一句说 他说文化宣教是送土 陪土以撒种的工作 换句话说 文化宣教是一种复印的御工 预备人心来领受复印 所以当时提醒我们收割和啥种并不是彼此冲突地传福音的方式 是不是 复相并描头 而是两种复博的角色各有重点于做法 听明白意思吗 像我们现在做做的 我就是主要是福音于工 在文化上 对吧 让我们的学术观念 让我们的教授 让我们的思想意识 对基督教产生变化 我1994年受洗的时候 我就向神面前立下心智 我一定要让中国的上层和知识界端正基督教的态度 重新看待宣教是来法的作用 这是我的使命 让我们中华民族不再生活在偏见当中 因此我出版了七本书 七本书专门讲这个宣教问题 如果以后你们要 当然这事也没有带来 因为我想你可能来不及看那么多书 所以我就要端正这个偏见 端正偏见 比如帝国说的来法 都是文化侵略了等等 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文化是没法侵略的 文化怎么侵略的 你学英语是侵略了人家 还是人家侵略你 他学中文 他侵略你你侵略他 文化是交流的 没法侵略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是不是 不是 譬如意大利人做了披萨了 那个披萨你应该说 不对 你不能吃披萨 披萨是我跟中国传给你的 你这些人不会做 变成了披萨 我们要要回什么主权 主权要回也没有 人家招吃 是吧 因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要帮助中国普通的民众 特别是帮助政府的官员 要端正对基督教的看法 所以我每年都在国内开始会 每次开会 我都发现有几个生命恐怖在后面 我知道他们不是官员 就是国安的 但是也好 收受教育也不差 所以我有时候非常欢迎你们来 非常欢迎你们 接受教育 但是我们常常激功耗力 不先耕耘就期待好的收成 难怪灵灵失望的结果 所以大家在教会的成长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到一个现象 一个什么现象呢 你越是鸡鸡忙忙做的事情 好像马上就有成果 但是这个成果失去的也非常快 明白意思吗 就像我最近 2002年开始在北京 几乎十几年在北京 每年冬天该孤导会 两三年以后我就觉得没劲了 为什么 去年他举过手 今年又举手了 我都脸熟了 我说我记得你好像去年举过手了 他说是的 他说去年感动过以后又乱动了 又乱动了 感动过以后又乱动了 为什么呢 没有教会生活 没有正常教会生活 没能带领他们 知道吗 在这个大环境底下 他听福音很感动 又流泪又举手 又觉知又受洗 时间完了以后 他又无作非为了 又乱来了 因为没有正常的训练 所以有一个英文词非常好 叫discipline discipline discipline的discipline 就是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叫discipline 但是过程叫discipline 什么意思 就是要严格 就是要管辖你 要自我管辖 明白吗 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问题 需要管辖的 哪需要管辖 这个管辖的过程 就是成生的过程 成生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把中国人 整个的思想文化意识 慢慢地松脱 慢慢地解除这种敏感 慢慢解除这种偏见 我们谈基督教 我们谈福音 才会有一个更好 更有效的效果 是不是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短宣 如今有许多教会 推动短宣 往往偏重于福音出境 个人不道 但所以长期耕耘的工作 就繁能问津了 没人知道了 所以像我现在 在国内施工 我很孤独 我真的很孤独 不过现在了解 知识的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感谢主 感谢主 但是因为成果也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正如唐人士提醒 豪土是需要花代价和时间 是预备的 非能豪土要预备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 要搬取大大小小的石头 石头搬取就要变成豪土 所以有的土乃需要调整 有的土乃需要除下的石头 有的土乃需要能够肥料 这都是我们这福音 车里上要定价的 所以传道里 不要太急功近利 不要太急功近利 所以宣教的商中使命 就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 这两个都要有 不能偏废 不能偏废 所以到今天 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 这两大使命随心随后 依然是一个真论不休的问题 真论不休的问题 就是戴德森和李提默泰之间的争论 当时在十九世纪末 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意见 李提默泰认为 必须有文明教育开始 戴德森认为 来不及了 要抢救灵魂在先 不管那么多了 所以这两个有证明 其实这个无所谓的 这个无所谓的 早期信徒 往往不会讲福音使命 一份为一 把宣教施工 看作宣教施工不可分割 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去平衡两者 怎么去平衡两者 这种关系 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社会质论 其实文化宣教是福音派 福音派呢 就是那个包括像加尔文 他说文化虽然是堕落的 教会里面有一种想法 文化都是属世的 文化都是不属灵的 文化都是乐体的 没错 这个话讲了没错 但是是可以转变的 我要再加一句 必须要转变的 对不对 我们在宣教当中 一个成果的考验 就看我们对当地的文化 是提升了 还是没有提升 产生影响 还是没有影响 换句话说 文化虽然有污点 但其本质并非是罪恶 文化本身不是个罪 是不是 文化本身没错 它是个中心的 它是中心的东西 事实上圣经中 以色列的先知们 若苦心故意地呼唤 正是不断提借失灵 神不禁关心每个人的得救 也期待文化和生活风情 要得到更新 得到更新 所以耶稣也提醒门头 我们是他们世上的观和言 因此他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 要有特别的角色需要扮演 特别的作用需要发挥 发挥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不知道我们各位 在这方面有多少的注意 我已经看到在北京 在上海 特别在北京我去了多 我常常看到一些传道人 因为从各个地方农村 什么地方都来 是吧 他有时候讲话当中 言语当中 很多不急的 很多污秽的女人 他都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 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 一个方面 有些行为比较粗鲁 粗鲁 而且有时还写 动不动就认断人 这种习惯还打出什么 为真理不能妥协 听这个意思吗 动不动就什么 就是凭爱心说成色话 所以说我相信 话是成色的 爱心是没有的 那肯定的 一吵架的时候 就凭爱心说成色话 特别是姊妹 既然肚子里 藏不下一个生命 肚子里也藏不下一句话 有话一定要说出来 今天孩子一定要生出来 一样的 是不是 常常会有这个现象 我不知道 我做几节目时 看到这个现象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这就是实际上是 我们自己本身身上的 文化习俗没改变 是不是这样 没有改变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需要发展 因此从基督教观念来看 每个民族的文化更新 不是由外界引起的文化移植 而是每个民族的人们 在他们生活环境当中 特过基督教信仰 对他们自己人生 重新整合以后 所获得的一种新的劝涉 听明白意思吗 比如说我是上海人 我上海人有上海人的习惯 上海人有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信主以后 通过我的信仰 重新来改造 我自己的生活习惯 包括女园 包括带人节目 大家都知道上海人比较骄傲 是不是 上海人骄傲的什么地方 除了上海 其他地方都是相向 连北京都是相向 这个上海人真是可恶 就是首度都在了相向 你看我们 我看来不是要是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上海人都百大都不去 北京都不去读书 其实这个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难怪人家说我们还不太过话 但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对这些都要把它改变过来 对不对 都要改变过来 变成什么 变成柔和谦卑 变成什么 变成能够隆能接纳四方 能够融入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就慢慢地就变化 如果你这样一变化以后 整个上海风气改变的 就带动全国什么 大小风气都改变了 是不是 这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面 你看我在东北看到 另一份前项 中美人比较直是吧 直爽当中利带匪弃 不是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就有些霸道 霸道他就打上旗 实话直说 咱们东北人就是这么直 直很好 但是直也要直得有什么 要有艺术 是不是 要有艺术 就是直到什么 最重要要拉能接受 你直得拉能要不接受 你白直了 听不听吧 就是我们彼此交往当中 我反复讲 要有造就人的心态 是不是 你不造就人 一力表现自己 那就不谦卑 在我们汉语当中 谦卑和谦虚 完全不是一回事 谦虚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讲话声音低一点 是吧 看到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挖腰一点 声音的稍微低一点 脸上把笑容堆起来 是吧 谦卑不是 谦卑在以后所送的 二章当中 讲得最清楚 是吧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奴的 反道西局 却为 这个死在十架上 是吧 就是他不以神为强奴的 强奴的 反道西局 这个 虚击 这句话是最讲究的 不以神为强奴的 什么意思 就是他明明是神 但是却把自己 不认同于神的等分 来跟我们打交道 听这个意思 是吧 这个意思是说 他放弃了自己 不是表面上的谦和 他彻底放弃了自己 这个就很难了 而不是将低身份 他没有高低之分 他放弃自己 特有的 特有的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这里聚会了 突然来了一个 军建山市市长 我们这里聚会了 他就 欢迎欢迎 那个市长 他说不不不 我不是市长 我们是组内弟兄 我就是弟兄 他说很好 那就说弟兄 他第一天住在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把他当弟兄 就不理他了 他心里就不高兴了 你还真不把我当回事 我好歹还是个市长 他就不高兴了 这叫什么 叫谦虚不谦卑 是不是 因为他心里还非常清楚 他是谁 听明白意思吗 这个理想不容易改变 我记得我好几年之前 那次在山东大学开会 这个学者开会 很麻烦的就是拍照片 照相 合影 是不是 合影 最麻烦的谁坐前面 谁站在后面 坐前面 谁坐中间 谁坐边上 哇 那个很讲究 是不是 那一次开会的时候 中间一个位置就没能坐 大家看那个 你来坐 你资格最老 其实我看看 差不多是我 是该我坐了 因为我毕业都被他们找 有些都是我师弟 同学 差不多我该坐了 但是打死我都不坐了 这个位置是不能坐的 坐来被人家骂的 你知道吗 打死我都不坐 他退让了半天 好了 有一个教授就 好了 你不坐 我来坐 他一屁股坐下去了 他一屁股坐下去 我一天没跟他说话 知道吗 我心里想 你皮那么厚 我不住是客气的 你把他当夫妻 就是这样 明白意思吗 晚上 我一个晚上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我想 我还是传道 你当了几年了 对不对 圣经当中这句话 我还不理解 我还不够前辈 没有忘记我是谁 听明白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没忘记我是谁 所以我用这个标准 就去衡量他 就没有放弃了 所以难怪保陆 是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一个人忘不记背后 背后我曾经是谁 我曾经是谁 完蛋了 他永远成为你 传福音当中 一个甩不掉的包袱 是不是这样 所以谦卑很重要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懂得什么叫谦卑了 真的要彻底放弃自己 好难 所以传道人绝对不能当官 所以王的宴席是不能去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当官就彻底完蛋 就变了很快的 所以我们保持自己的单纯 在主里面保持单纯 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法宝 你单纯 你传的福音也单纯 不加点 是吧 就是说美国的基督徒 基督徒想 就是说这个神学 人家会不会咬一咬出来 就是说咱们中国这个咬 就是从一个词里面 简直用好几个意思 人家美国的话 一个单纯 它有可能就是一种意思 人家不会想别的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家美国的基督神学 就是说比如说 谦卑和谦虚 人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谦虚解读出了很多种意思 没有 因为英文就是憨博 就很简单 他们就是这么解读的 这是中国人比较诡诈 这个词语太多 因为中国文字比较复杂一点 就一词多译心想特别严重 在这不同的情景之下 它不同的解释 心灵诚晦 所以搞得都太复杂 所以我们要单纯 就这个道理 所以透过基督信仰 对自己人生重新整合 重新整合 所以文化更新是目的 文化转化是过程 接下来这种转化 也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 耶稣神在天国的比喻当中 对他说天国好像面霄 有夫人拿来藏在三对面里面 灯全都发起来 以面霄为例说明作用 少数信徒在社会中 也好比是面霄 也可以做面霄的作用 慢慢地慢慢地 改变这个文化的价值 慢慢地时间久了 蔓延开了以后就改变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 你看我们经过几十年 二三十年的宣教 就教会的成长 现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媒体文字上 有些词语就变了 奉献作为一个比较普遍的词 大家都有的爱心 要有普遍的词了 多多多多 这些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明白意思吗 我们就要通过这些影响 慢慢地来 要催化整个社会的转化 记者 正如基督所说的 是转化是渐进的 并非塑成的 是潜移默化的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宣教时 他要立定心智很重要 不要只顾眼前一点点成就 要长远地去看见 要懂得做冷板凳 所以基督教对这个世界 所能提供的 不是一套历久不变的 经济和政治方案 不是一种华语的文化学 而是一种新人类 就是都是新造的 如今我们在基督里 都是什么 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 我们是新人 这个新人有它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价值观跟人家不一样 价值观 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 无论是台湾 香港 无论是大陆的 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特别看重现实 现实世界 现实利益 把现实看得太重 所以我们这样的价值观 是没法成就大事的 所以基督徒 价值观的变化 就是保罗 在这个腓立比书 三章的七级到二十一讲 过去看作有益的 现在看作有损的 他就整个 自己的价值观变了 变了以后 我们不再把 人们社会流行的东西 跟我来攀比了 有一次我在 温州讲道的时候 讲道前 一个长老突然跟我讲 林牧师啊 能不能临时 把讲道题目改一改 我说改什么 他改个 讲讲地产的问题 房价的问题 我说我怎么一下子 讲房价的呢 这个是 现在我们就要为 大多数弟兄 被房价搞得 是昏陀的 没有人可以安心读圣经 也没有人安心祷告 你讲讲 怎么看待房价 后来我就说 也好 我就分享一下 我说房价都是你们炒起来的 你们还未止焦虑 你们全国人民 都不买房子 房地产全部破产 他们肯定房价跌下来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特别要提醒你们的 现在在去买房子的 就不是因为他睡在马路上 没地方睡觉 去买房子的 都是在攀比当中去买房子 人家大的他还要大 人家有的他还要有 都在攀比 看看人家有三房呢 我们才两房 不行 要买一套三房呢 其实都是干这种事 整个商人就看准了 你们自己心里的这种误会 心里这种攀比 他就炒酌 故意炒酌 比如有几个炒酌的字 让中国人特别容易被解冻 你住进这套房子 你身价就不同了 其实他住了再住 还是个德性 什么叫身价不身价 这是骗人的嘛 是不是 他造一个什么皇宫 你以为住进皇宫就是皇上了 商家就利用你们这种不弱的心态 没有信仰不懂价值的心态 来故意炒酌你 能被刮得炒得心情的烦躁 这就是你们 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还被世界的东西闹了这么睡不着觉 我问你们 你们配做基督徒吗 你真的得救了吗 那天我这么讲 底下都不熟悉了 结束以后 有一弟兄说 哎呀 李牧师 你这篇奖状给地产上知道 他们要恨死了你 要恨死了我 我说我也不是跟他打了一台 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承认兽 是不是 你们作为基督徒 既然自己承受的神的国 对世界那么乐重 那么关心 你说你自己解的过去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基督律他就是新造的 新造的就要新的样式 第一就是新的家庭观 第二 要新的表现 表现不要追求名牌 不要追求表面的东西光鲜的 那个不得了 你看好多姊妹都是被什么包怎么包 其实包包里面 几千块包包里面 也就放了几十块钱而已 那就是没有意思 其实都是追求表面的东西 这个不必要 当然你有也没关系 我觉得是 我讲的是 不要去刻意追求 什么东西都可以有 不必刻意追求 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文化更新 以社会的改革成功 我常常举对数量 做够的数量 品质的好贵 增性图 所以我有时候在国内 做一个不切当的比 我说我们现在常常说 我们大陆有多少基的图 六千五百万 八千万 一亿 讲了很多很多 我说你一讲得多 我脸越红啊 我脸红啊 为什么 这么多的人 左右那么小 你讲得少一点 我还过得去 你讲得多了 我倒反而过不去了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 见证不够啊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十几亿人 当中有一亿基督徒 那不得了啊 今天你在中国大陆 你想想看 哪有一亿的族群啊 没有的 共产党员也只不过 七千八千多 是吧 八千万 而且八千万当中 一半都不是为了 共产主义的 是不是 就是 但是我们基督徒 能够有八千万 那不得了呢 当年共产党拿下 天下就有多少基 知道吗 七百万呢 七百万的共产党员 拿下天下 我们今天多少 几千万 我还拿不到天下 是不是 还没被社会没有改变 我们脸红啊 不好意思啊 广东话叫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见证 要有表现 影响人家 影响社会 影响社会 所以呢 这个就非常非常好 你看我有一个弟兄 在北京电电信主的 决志以后 收习以后 他就有一次就 在监政会上 他就开始痛苦起来了 他说我决志以后 我很纠结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办了个印刷厂 他印刷 专门印刷黄色花报 非常赚钱 非常赚钱 他说我信主以后 我天天在祷告 我还要不要 要不要印啊 其实如果一旦不印的话 我生活怎么办 生活怎么办 因为他跟他兄弟两个人 一起合办 哎呀 他祷告了很久 那时候住件事 他这两个人 决定把他关掉 决定把他关 不完关掉以后干什么呢 他就开始印福音的担张 专门绑各个教会 北京各个教会 印福音的担张 印福音的画报 开始的时候 确实不赚钱 但是弟兄姊妹 知道以后 很多奉献都过来了 他干脆 办成了一个 非名利的一个机构 就专门印刷这个东西 所以他说 只要我们有信心 真是不跟世界同流合物 愿意为主所用 神就祝福我们 就这个世界 看我们的心智 就看我们的心智 我们真的有这个心智 得了神学以后 我们愿意为主所用 其实不管在哪里 在北美 在中国大陆 都是一样 其实我告诉大家 真的传福音 大陆要比美国徒 更富有 就传到了 大陆比美国更有成就感 我每次在国内 举办这个步道会 我非常有成就感 一呼召 至少几百个人姓祝 真的最少 也有几十个人姓祝 举手很容易 哎呀 在美国你要他举个手 比举个脚还困难 真的很困难 我呼召了半天 这个星星大大 搞这么一下 哎呀 我真的是很麻头 其实我常常说 国内虽然不是天堂 天国 但是绝对是传福音的天国 那个土地非常肥 因为那么可慕 我刚才讲了 风险了半天 我们现在是真空 真快是天国真空 多好 你看 每次我去带领培令会 本来是同工培令会了 弟兄姊妹多来 培令会本来名单上 是七十几个人的 常常有三百多人 在参加培令会 各个教会多来 我在国内 真是很有成就感 所以他们教我 早晨九点 讲到晚上九点 累是很累 当时我接着越讲越带劲 当时晚上睡到场上 一下子就倒下去了 一下子就倒下去了 但是呢 确实来讲 所以我奉献大家 假如你真的对福音有负担 好好预备 回国小老 教会现在国内 非常需要传道 需要传道 我们大概如果按照 七千万基督徒的书人来统计 如果来统计的话 一个牧者 最大能力 他的限量 最大限量他给牧养一百五十个人 超过一百五十个人 一个牧者就记不住名字了 记不住名字了 如果以这个计算 我们到了里面需要多少传道呢 需要二十八万 right now 二十八万 最少minimal 都是大城市的 如果把乡村全部记下来 我们至少要五十万 五十万传道人 现在我们神圈培养 就算你们十几个 二十几个 这个数到数几十万 要数到数 哎呀 那个王牧师要活三百岁差不多 是不是 其实来不及啊 真的是来不及 所以我是觉得 我每次回去 其实都很幸福 以前我做牧师的时候 这个弟兄姐妹 每次我回来以后 在主流学讲道 弟兄姐妹都听到 哎呀 牧师又从国内刚刚回来 为什么 刚刚回来的时候 第一 有一种兴奋感 第二呢 有一种植被感 一看那个教会坐在底下 死气沉沉的 我就心里难受 在国内大家位置坐得很紧 哇 大家坐得都论论论论论的 每一个人眼睛不眨 都在记不记 哎 这里坐得就贪下来的 就是坐在那里 就是傻的那个地方 难过时间没到就这样看手表了 就他们是这样看手表的 就提醒牧师差不多了吧 你还在讲 哎呀 在国内啊 你真的是 国内是很麻烦的 你就讲了以后 结束他都坐在那里不动了 然后就祷告结束了 阿明一下他们 坐在那里不动 哎 我说不是结束了吗 他说牧师你还有道合奖吗 哈哈 至少讲三堂 连续 所以一种很可没 你想想看 这么可没的羊群 你就不去牧养它 这是很可见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 是美国临现了大复兴之后 又发生的 所以呢 美国 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你们在美国 要多了解一下这些历史 这些历史 不要看到旧金山 不要看到纽约 大家都很自由化 美国中部非常虔诚 美国中部的基督徒啊 这个整个福音图呢 非常肥荣 你走进普通老百姓家里 你一不用介绍 一眼看到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品格 真是充满着基督的样式 我是很受感动的 我是很受感动的 所以双中使命有多种方式 一个是双中使命 我们方式要多 我们在座的不一定全部做牧师 求神给你不同的呼召 不同的带领 也许你们可以做不同的事工 我们彼此配搭 共同完成一个大的工程 大的工程 传福音是每位基督徒的责任 文化使命是每个人多重的选择 多重选择 你可以做文字的 你可以做翻译的 你可以做教导的 你可以做佩达的 做广播媒体的 现在网上码的媒体 现在非常需要人才 这个媒体你不去占领 别人去占领了 就是这样啊 很简单 所以我们去看 从大使命观念来看 传福音领人信主 做文章是每位基督徒 无可作用的使命 因此每个基督徒 都要根据他各种的恩赐 服装 负担 工作感觉的背景 来决定他投入方向和领域 那像我 我是在学术界混出来的 那我人头就比较熟 就在哲学界 所以我回去以后 哎呀 各个大学 都是我的师兄师弟呀 都是我的学生呀 哎呀 我一下就搞熟了 然后我就可以做这些事 就非常有能有力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但是无论你做什么 像我们都有一个什么 社会的一个纽约 都有一群社会的关系 这个关系 就是我们福音的网络 福音的网络 所以譬如 谈望一部分基督徒 于1990年成立的基督徒 心旺爱寿 就是希望借着基督徒 具体的行为 对社会成为重点的影响 心旺爱寿 现在对谈望影响还是很大 还是我常常上他们网站 看他们的东西 其中包括提出很多伦理 什么工业伦理 生物医学伦理 经济伦理 提出这些课程 实际上对基督徒的装备 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帮助 那么文化宣教是制表的 那福音宣教才是制本的 然而我们必须表本兼制 不要说 哎呀 那是不是 那个文化没有让人生命得着 没有改变生命 你就不管 你必须从表面深入到内部 有表及理 有浅入深 你必须有个过程 你不要指望 你一下子可以直接到里面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还常常说 我们这个课程 之所以我觉得 值得来讲一讲 值得来上一上 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知己知北 方可百战可战 那年华生要我讲一讲 怎么想大陆传福音 大陆人传福音 我就把题目改了 就改成知己知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虽然是大陆人 我们已经辛苦多年了 可是我们恐怕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身上产业着 多少不合基督心意的东西 是不是 我们多少文化传承的因素 在影响着我们对圣经 紧缺的了解 理解 可不然我们不知不觉 用传统文化 对确解圣经都有 所以我常常说 常常不由自主 讲圣经的话语 做控制的门头 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是不自觉的过程 所以我们自己了解清楚以后 我们传出去的东西就更加纯真 对人帮助就更大了 现在我们从大陆 你看在美国的 五十年代出生的 六十年代出生的 七十年代出生的 八十年代出生的 九十年代出生的 每十年各一代人 他们的精神 思想 意识 观念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面对这个不同的族群 你有什么不同的方法看见 那就需要你自己去了解他们 你都不了解 你怎么去做 功以善即逝 必献力其器 是不是 神学装备就起这个作用 同样的 我们不要因为文化学习的知识字表 就获得起重要性 然而我们今天需要避免一个错误 是将文化学习的手段当作目的 文化是一个手段 也不是目的 这个手段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扫清福音的障碍 是不是 把这个障碍扫清掉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这个是很重要 另一个错误呢 是注意福音宣教的目的 从未研究过达到目的 有效途径 文化是个途径 文化是个途径 那现在我们在 我在国内 我差不多是25个大学 我都有查经班 什么查经班 教授查经班 中国大陆有个规矩 老师不可以跟同学 在校园里面一同查经 一同查经 这个教授就倒了没了 听明白意思吗 校外是可以的 校内不可以 但是校内教授们 一起可以查经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就专门组作教授查经班 教授查经班 学生可以带到校外去 都要在校内 我们叫内外有别 内外有别 临教相守 现在信主的教授越来越多 多得你想象不到 感谢主 现在全国研究基督教的教授 光就业的教授 你知道有多少 我们有48个 都是教大学里面 非常一流的教授 系统神学的 包括像新约神学 旧约神学 还有圣经研究的 解经的 现在我们国内越来越厉害 真的越来越多 全世界在读基督教专业的博士生 我们大概一共960个 960个 是全球一个民族当中读圣经 读基督教博士生的最多的英语 我们专职教授 专职教授叫宗教学基督教专业的专职教授 我们国内有280多个 280多个教授 现在每年我们还生产出20多个博士 100多个硕士 所以我说点讲 我们现在警察局 公安局 就是宗教局 包括统战部 许许多都我们的毕业生在那里工作 有些已经清楚 有些还没有清楚 所以现在无论是统战部 无论是宗教局 发生任何事 我们知道的都比较快 所以那个叶小文上说 你埋藏了很多人在我们里面 我说不是的 上帝在使用他们 你别怪我 其实感谢主 其实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知道 其实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所以文化宣教是陷阱 也是一个战场 它有时候是个陷阱 那么在中国教会史上 200多年来 教会内部 为什么不常谈文化 有时候避免谈文化呢 因为文化确实有时候是一个陷阱 譬如我们就讲和本翻译来讲 和本翻译的时候 当年六大公会就非常担心 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 听主教当年也是非常担心 因为翻了不好就变佛经 佛经就被犯坏了 佛经翻成中文以后 已经不是佛教了 就变成另外一种 鲁家的史书武经了 所以《大长经》 当时唐太宗在西江搞了一个翻译馆 叫《草堂室》 知道《草堂室》吗 《草堂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翻译馆 当时翻译来不及翻 《唐经》取得了1700多件经文 来不及翻 临时搭了个草堂 大家动员大家一起来翻 所以这个翻译最主导翻译是谁 就是《尼泊尔王太宗》 18岁的时候就被我唐太宗抓来到北京 到京城里面专门监督这个翻译 结果翻来翻去 因为他一个人没用 动用大量的鲁僧去参加翻译 一翻把福建就搬成的鲁家经典了 充满着这种旅悦 所以《金刚经》的什么经呢 连佛教自己都看不懂了 但是他就后来到基督教传道中国 也在这个方面非常担忧 担忧为什么 就担忧在翻译当中掉进中国文化的陷阱 缺失了是基督教的原教旨得到了缺失 这是很担心的 所以一直不敢 今天不同了 今天为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们教会内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今天的信息越来越广泛 而且你再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话 其实中国自己本身教会已经不满足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出手了 现在我们在国内像西伯兰 像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 他西伯兰文好得不得了 他就把那个诗篇第一篇已经翻出来了 就翻了第一篇到第一百篇就翻出来了 出版了 那是基督我看 翻得真漂亮 就像中国传统诗歌一样的 不再那么拗口了 他西伯兰文好到什么程度 特拉维夫每年的西伯兰语言的conference 都是他是被盗的 但是他还没有信主 但是我跟他讲 我说我一生的功课就要带着你信主 那你不信主我庆史不安 为什么呢 我怕你被魔鬼使用 他也知道 他就常常在上海跟你 在我们洛杉矶来回 不过他也差不多了 我相信差不多了 就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像这样的教授 这国内有三十几个 从事希腊文西伯兰文的研究 都很有才 我觉得神什么时候使用它们 我都不知道 但是神已经有了预备 我相信有了预备 所以文化实现也是战场 这个战场很重要 在全国文化宣教上可信不可信 在中国大量推进基督教文化 并且试图通过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融合 来宣教是必要的 但是也有危险 危险是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自己信仰不够坚固 真理不够完备 那就危险了 云以掉到心境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 打体还要自身强 我们自己有完备的真理 有坚定的信念 那我们就不怕 神就会大大使用我们 所以我们在文化宣教的同工 常常有自己灵修祷告会 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还有一个就是 王的宴席绝对不能做 挺明白的 一不小心弄个出掌举掌给你看看 已经完蛋了 这个就一定不能做 一定不能做 所以因为有危险 一般就不用施主 甚至反对在中国经营文化宣教里 有四个理由 第一 这种方式宣教根本就是错的 是违背圣经的 什么是文化 有关文化不同解释 两百多宗 其实在1968年 美国出了一本书 以前是芝加哥的牧师 叫利布尔 利布尔一本书是基督教以文化 基督以文化 Christian and Culture 这本书是第一次写出了 文化和基督之间的关系 它能够在文化的发展变化中 基督教是不能缺席的 它一定要占有它的市场 在美国的文化当中 基督教确切是对美国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牧师 利布尔一家都是材质 都是材质 所以它有很多的影响 所以有些说是错的 其实我们心情不够 所以我们常常说 正如潜在心有罪心一样了 基督教文化虽然经过基督兵性 但不可能完全捷径 所以我们在除其罪孽当中 是一个过程 所以道家思想和福教思想 都有影响 但是我们要慢慢地把它更新 洗净 第二 宗教相争难有甚者 因为我们一经到文化宣教 就有宗教纷争了 是不是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刚才我讲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要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 不要因为他是佛教徒 不要因为我们去鄙视他 骂他等等 不要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我们必须持守自己的信仰 绝不妥协 绝不妥协 一分一秒都不能妥协 一个字都不能妥协 所以我们不是进行宗教战争 我们是属灵的征战 他如果放弃佛教 放弃道教 也许基督 我们表示欢迎 但是我们不去强迫他 不去强迫他 就是这样 第三个 倾过了中国文化的体系性规则性 中国文化是有体系性规则性 那我早就说过 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当中 属于乐体性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民族 他把乐体的享受发展到极致 就整个文化就满足乐体 比如他的烹饪文化 那个中国人吃起来复杂不复杂 中国人吃东西像崇拜一样的 一道道菜上来 不得了 是吧 就是十不厌经 是吧 十不厌经 中国人穿也复杂了不得了 是不是 反正中国人乐体的生活都很复杂 都很复杂 就是中国人体系性 但是尽管如此 他也有他的不落款式 他使能堕落 尤其在现代科学的观照底下 越来越发现 中国很多生活习俗在有不健康的色彩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吃很不健康 我们很多生活习惯非常不健康 所以慢慢就出来了 再加上中国社会 中国艺术教育 科举等等 这个关键来把中国的传统一步一步往下推 往下推 这个是有难处的 这是难以破解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和自卫感 中国人有一种优越感 有没有 尤其中国人富起来的时候优越感特别强 现在有点钱了 哎呀 到处就是一种富好的心态 是不是 就是 这个就是 就是我实在很看不惯的 这很看不惯 其实我在法国 有看到一些 哎呀 那些做老佛爷 老佛爷店里喝了 我这时候叫拉法爷 拉法爷那个名牌店 翻成中国叫老佛爷 哇 走出来很多人买了个包 像冰糖葫芦串一样的 就是穿到这里 然后叼了个烟 戴了个帽子 那个样子走出来 到外面 我都看出那个样子 到底是抢的包还是卖的包 都搞不清楚 都搞不清楚 其实 寻之有一句话 大家要记住 歌舞之中地球以外 明白意思吗 歌舞之中地球以外 歌舞之中 就是说 你内在没有自我肯定的信念 你就会要求外表来 装点自己 听明白意思吗 我们基督徒是有内在肯定的 我们不需要外表装点 对不对 可是那些人没有信仰 没有自己自我肯定能力 他要靠外面来装点自己 那是一个悲响 那是一个悲哀 明白意思吗 这是一个悲哀 所以我在国内 在这个商业团器的时候 那些做生意的那些 我常常跟他们讲一句话 我说在中国 赚钱看本事 画钱看本责 明白意思吗 画钱看你本事 赚钱了 你又有本事了 但是画钱就看你本性了 本责了 你这个本责是好还是坏 从画钱那种看出来 是高尚还是低烈 一看就看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鼓励这些基督徒的商人 你要在神面前彰显你自己 得到救恩的样色 要龙神义人 要提升你画钱的品位 来为主做见证 要懂得奉献 懂得慈善 懂得社会的回馈 这是本责 不要奢侈 所以怎样才不迷失呢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让上帝的权力的荣耀 分开来说 一时赢能贵族 进入真理 二时再败生命 归耶和华为圣 归为耶和华为圣 就是一切的文化 导向上帝 这是我们根本的一个方向 有的开始清楚喝了糊涂 慢慢就开始了 所以路不分其分野 就会把基督教价值 等于普世心价值 普世心价值 它有它的优劣的一面 但是近代以后 普世心的价值 就慢慢转化为 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的东西 那就是糟糕 我这国内也发过 好几篇文章 我这常常讲 我说和谐社会 我举上手赞成 但是以人为本 我不敢隔统 怎么可以以人为本 人问题那么多 把人作为根本 那完蛋了 是不是 不能以人为本 要以神为本 重新看 基督徒的特点 就是懂得重新看人 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 重新来看人 这个是一个 所以持定目标 让人来看 做什么就是让人来鉴定 无论什么事 无论什么政治方向 无论什么文化机会 老老持定方向不变 我呢有一次三只的头来找我 跟我一起吃饭 他说你搞了那么多的文化研究 基督教文化 能不能帮我们也做点事情 我们跟玫瑰交流 我说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到你这里我就做不来了 其他地方我住的还蛮得心硬生的 他说你这个家伙是回避 其实我心里清楚 不能跟他一起做 一做就做不来了 因为他讲的不是文化 它是官方的意思 这个跟我们讲的不是一回事 但我也不能抗拒他 他请我吃饭我还在吃 但是呢 我可能很清楚 是不能没法同工的 这个目标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让人来看 他们是让领导看 做给领导看 我不是做给领导看 所以耶稣转个身来看见他们 就问他们你要什么 他们是拉扁在哪里住 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往哪里住 这一点对于他同住 看看这句经文 你看耶稣就直接 把门徒带到他的什么 生活当中 所以带到生活当中 才真正经历到生命当中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能把生命 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 听到吧 生命如果离开了生活 这就是非常抽象的 文化宣教也是一样 一定要把门徒信徒 带到生活当中 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我第一天就跟大家讲 一种信仰是一种生命价值观的选择 一个经信徒就是在自己选定的生命价值观上 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需要训练的 这是一个功课 这是一个功课 慢慢学 慢慢学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传导人在读神学 早上睡到十一点 晚上半夜打游戏 一个晚上不睡觉 这样子不能做 不能做门徒的 也没法做传导人的 因为你连自己display都不懂 不懂得立即的人 没法带领别人 一个传导人要带领别人 首先要带领自己 要把自己带到政道上来 生活的习惯 生活的方式 通通要改 通通要改 必须言以利己 这个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问题 所以 鬼门道的一句话 我们做文化宣教 在宣教中注重文化问题 就是为了更好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持守政道 持守真理 求主真实 祝福我们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 好吧 我们这里就祷告 主啊 我们都是一批软弱的人 因着你我们得刚强 主啊 我们原本都是失落的人 因着你的救恩 我们得了新生 如今主呼召我们 我们都愿意为主所用 主啊 借着各样的机会来装备我们 更坚定我们的心智 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们都愿意把自己摆上 为主所用 祝福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 明天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有美好的沟通 感谢主 这样感祷告 封主耶稣的名 Amen 感谢主 感谢观看